由外貿協會主辦的天津民品展 昨天正式開幕 為期四天的展期 總計有來自台灣800家的廠商參加 包含了魚腕湯 貢丸等等 台灣的道地小吃 買氣超級旺 現場各式人擠人 也展現了天津驚人的消費實力 現場集成一團 台灣小吃特產集報整個會場 外貿協會主辦的第四屆天津民品展 吸引滿滿的民眾 品嘗台灣特殊風味的小吃 只要產品好吃 花錢絕不手軟 每年它這個季節我都來 這碗魚好吃 比國內的那個做的那個 買了買一二 買兩百塊的 現烤的丸子 現場手工摇的飲料 還有牛軋糖 魚松等等 在台灣看似平常的庶民小吃 到了天津全部成為珍寶 其中最受歡迎的是魚丸湯 魚丸 就那個竹的魚丸 我喜歡喝那湯 比較鮮 剛買的 買的這個蔥香 那個什麼醬 還有那個什麼 香春的那個醬 肉醬 民品展人氣超級夯 但也有人抱怨 物價年年上漲 台灣民品價格也節節攀升 近年好像比那兩年貴點 那兩年一百都十塊二十 近年就有三十對了 嘴裡說貴 但雙手卻沒有停過 東挑西挑 還是掏出鈔票 乖乖付錢 就連小朋友都吃得很開心 展現了台灣飲食文化的軟實力 郵電記者林克倫天津報導